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超市范例 你打开超市范例2013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我想要整理各产品的月销售统计资料表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你从资料最左边可以看出来说 它的资料这边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跟发货日期 它的订单日期是从2013年开始到2016年 这四年间所有的订单资料 这里面有700多位客户 产品有三个组类产品 办公用品 技术 家具 接下来 纸类 有19个纸类 接下来 这个名称就很多了 就 它有 每一个纸类别 每一天的销售额 有数量 有折扣 有利润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月资料表怎么做 游标 你的年 也要的年 请注意它是C2储存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用Y1AR 我在使用函数的时候我不想要记太多字 而且我希望是用打字的方式提取 所以我只会打两个字母 比如说Y1 然后接下来是用选择的方式 Tab键 然后接下来就要选到C2 然后又刮胡 Enter 接下来就是我要全部的资料都复制 公式内容快速复制给其他格的应用 它的做法是将游标移到作用的这一格 我们叫作用储存格 然后将游标移到右下角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月咯 就是请输入等于MO 月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用帮胀键往下移到第四个Month 然后Tab键 接下来呢 水平卷轴是不是要移到最左边 好 C2这一格 接下来按一下Enter键 V2储存格右下方快速点两下 完成复制 这样子就完成了这里面 年跟月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因为要做月销售统计 接下来呢 先增加一张工作表 把这张工作表我们就叫做月子产品销售统计 我这里面要做的2013年的3月1号 请在B1直接输入2013年3月1号 那怎么样输入包含年月日的资料 直接输入2013 那因为它是日期的资料 所以请用斜线 然后我要的是3月 所以再输入一个3 3月1号 所以再输入一个斜线跟1 这样子的话 按一下Enter 他就知道说这个是日期 你看他这边自动会呈现 因为我是一个月啊 怎么样去放第二天 我们目的是希望 这个是万年的资料 指产品销售统计表 我们只能动一格 我们把它的相关性写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是3月1号 那这个就希望它是3月2号 如何与江林格 产生关系 那当然就是用 等于 等于某一格 我们是隔一天 那就是加1 好 请输入 等于 B1 加1 Enter 然后接下来 请复制到第31 接下来 如果4月份 它是不是只到4月30 那这一格就要变成空的 如果是2月 它只能到2月28 这边要是空的 如何去做到这件事 它要自动来去判断 这一个开始可能就需要做这种判断了 出现的是 如果说它跨到下一个月 就让它变空白 那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也就是我可以直接拿Month的月 我们来去判断AE1加1 月AE1 是不是在相同的月 因为这两个都是日期 如果是我们做什么事 如果不是我们做什么事 好 我想应该有听懂这样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 现在是5月 所以我就要让它变成空值 好 那这一格 这一格 也就是Month 然后前一格 就是用If 前一格呢 是不是Month 的这一格 如果AE1 的Month 4等于AE1加1的Month 现在是5 4不等于5 这个时候我们放空值 那如果同样一个月份 那我们当就是放AE1加1 如果这个AE1 如果AE1的月 那就是4月咯 等于AE1加1 AE1是这一格 如果再加一天 它的一个月 它是5月 如果4月等于5月 对不起 就是说 如果这两格相等的时候 我放的是 那个AE1加1 接下来 那就是放不等咯 不等的时候 就是放空值 然后要应用到 从那个 AE1开始 就是 请把这一格 复制给 这两格 好了 你看我现在 如果说 我随便 换一个 2014年的 2月20 2月1号 2014年 2月1号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一格正确 可是后面这两格 你看这一格 它在比的是 空白是没有 月可以做这个比较 所以建议各位 再多写一个 if error 就是 这一格 这一格 麻烦请写 if error if error 然后 如果可以算的时候 跟 逗号 不可以算 然后 复制 给右边 这叫 万年 月 纸产品 销售统计表 接下来 我还是改回来 2013年的 3月1号 2013年的 3月1号 inter 所以你去看 3月2号 3月3号 以此类推 再接下来 我要写 万年 星期 就是 当今天上面的日期 变成什么 星期就要跟着 自动改变 那我们接下来 来去看一下 这边我想要出现星期 怎么样做 最快 好 直接最快速呈现 星期的方法 这一格 第二 等于 D1 enter 然后 直接 复制到最右边 那 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是 这两列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 内容 然后 要呈现的第二列是 星期 怎么做 最快呢 1 常用 然后 请选择 数值 日期 这个选择 钮 然后 请点 其他数字 格式 第二个动作 请选到 制定 然后 请把 类型 第三个动作 请选 制定 然后 请把 类型 改成 AAA 确定 假设 先去看到底 这边做出来是对 或不对 今天 5月19号 星期四 好 所以 我这一格 我要改成 2022 斜线5 斜线1 Enter 5月1号 星期日 5月19号 星期四 在接下来 在接下来就是 我们会希望 这边要放置的是 纸产品 好 例如说5月1号 多少 5月2号 多少 好 所以这边我要放 纸产品 怎么做到 纸产品 那这边订单 麻烦请 将游标 复制 这一整栏 所以 直接选到 这一整栏 复制 然后 接下来 请到 月 纸产品 销售统计 这边 贴上 我们这里面 这个内容 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 在资料 移除重复 然后 不要将 现在的 这个范围 扩大 好 就依照什么 目前的选举范围 排序 就好了 然后 移除重复 确定 确定 那麻烦 请把 用品 选到 用品到桌子 选到 然后往下搬 一个 我要停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 接下来 更困难的挑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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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